好,之前我们做了,今天是,用今天那个首页吧,也可以啊,今天我们用的是,这个slider,是吧,slider啊,这个slider里面这里有个首页,是吧,这个首页的话,这里面是不是有个登录和注册啊,这样两个,是吧,我们前面说了,这里面是不是,是不是藏了一个东向,藏了一个欢迎你吧,是吧,那么我们用个价格式来怎么样呢,来读取用户的数据,如果用户有数据的话,我们把这个地方改一下,改成用户的这个数据。 是吧,这样子啊,那么这个地方怎么做呢,我们可以这么做啊,我们可以把这个,把这个server.js把它再拿过来一点啊,把这个server.js再复制一份到这个地方来啊,到这个slider里面来啊,记得啊,放到这个里面来,就是用这个server来刨它,刨这个音那个是,好吧,这样就比较好啊,然后我们怎么做呢,来做一下啊,比如说我们在这个,先把这个服务停一下,是吧,服务怎么停呢, Ctrl加C,停一下,这个停的吧,好,停完之后的话,然后我们到这个里面去,到这个slider里面去啊,CD这个什么,slider,是吧,然后是不是进了这个什么呢,这个文件夹啊,是吧,然后在这个文件夹里面来刨这个server.js,啊,在这个文件夹里面,刨这个server.js,比如说,loadserver.js,是吧,刨一下啊, 刨完之后,然后的话,我们这个localhost就会刨这个首页吧,是吧,好,我们来看一下啊,这个时候的话是写这个localhost的是吧,localhost的叭叭叭叭叭,然后就刨的是这个首页啊,就把这个首页刨出来了啊,是吧,好,刨完之后,接上完的话,我们来写gs, 那么这个,这个放置片,我们来做,已经做好了,是吧,我们来写这个gs啊,这个gs的话,我们就把它写到什么呢,写到这个页面上啊,写到页面上,好,刚才这两个就不要了啊,不要之后那么的话,把它存一下,好,这个就不要了,好,我们到这个slider里面来,是吧,大家记得把这个server复制到这里面来啊,复制到这里面来,这个就比较好跑啊,然后我们来做这个,是吧,做这个怎么做呢, 那么这个默认的有jequery已经引进来了吧,是吧,现在啊,我们要做什么呢,就是要做把这个什么呢,用户的信息把它拿过来,是吧,比如说默认有这个欢迎领章三,这个是默认是藏起来的,是这样的啊,好,如果说我们把数据读过来之后,我们怎么样呢,我们就把这个数据把它塞进去,是这样的啊,数据塞进去啊,好,那么的话,我们把gs写到这个页面上啊,写到这个页面上,直接来写一个,好,那么首先的话,一样的是吧,我写一样的,是吧, 一个什么,dollar什么呢,functions,是吧,functions啊,functions,然后的话,我要干嘛呢,首先是要读取用户的信息吧,是吧,读取这个数据啊,好,这个数据的话,我们怎么样呢,我们在这个gs里面来,自己新建一个数据,比如说这个gs里面呢, 留一个file,比如说这个file就是data.json吧,好,把它存到里面去,是吧,把它放到里面去啊,好,这个data.json,大家现在要注意写了啊,不要再写错了啊,结果又读不过来了,是吧,好,这个欢呼号,比如说这个,这个人,什么,lemon的话是什么呢,lemon的话,假如说就是这个,什么呢,这个是,呃,叫李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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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斯吧,这样一个人是吧,李斯吧, 李斯,是吧,李斯啊,好,然后它的什么呢,啊,它的这个A级,是吧,A级,A级就是什么呢,A级这个是16,是吧,好,就这样一个数据,是吧,这样一个数据啊,好,然后这个数据,放好之后啊,我们来读取它,然后把它塞在页面上,是这样的啊,好,塞在页面上怎么塞呢,我们来看一下,首先是什么呢,首先是什么,多了点,加个十吧,跟它一样的啊,好,加个十, 然后的话是什么呢,就是url,url是什么呢,就是,这个记得我这个,现在这个data是在什么,gl是里面的什么,data.json吧,好,那么gl是里面的什么呢,data.json,是这样的啊,好,好,然后的话,这个是type的话,啊,type还是get方式,是吧,啊,get方式啊,好,然后是data type啊,data typ啊,这个t是大写的啊,data type,这个是什么意思呢, 就是返回的什么呢,返回的这个数据格式是什么呢,json,是吧,返回数据格式,json,啊,好,这几个写完啊,写完之后,然后是down吧,down的时候,是吧,down的时候,来一个function,是吧,方个选啊,好,方个选,这个时候的话,我们怎么样呢,我们如果是成功啊,是吧,那么这个data是不是又传过来了,好,传过来之后怎么样呢,我们来,谈一下这个data,是吧,alert一个data.nam,啊,好, 好,这个时候的话,我们来刷新一下啊,刷新一下这个页面,是吧,刷一下,这个时候是弹出这个理丝啊,理丝,是吧,好,弹出来了,弹出来了,然后怎么样呢,我们把这个理丝塞到这个页面上,是吧,塞到页面首先是什么呢,首先是需要把这个什么,把它藏起来吧,是吧,把它藏起来啊,那么就是这个,是吧,好,呃,如果是failure,是吧,这几个failure吧,啊,failure就是, 好,这个data一个什么呢,服务器超时吧,服务器超时,啊,好,好,好,这个data的时候,那么要怎么做呢,是吧,要怎么做啊,那么的话就是,先把它藏起来吧,是吧, 先把它藏起来 比如说是先把它选中 是吧 选中是userlogging.btn 是吧 那么就是 $ 它是吧 然后它怎么样呢 拿一个hide 是不是就藏起来了 hide藏起来了吧 是吧 好 然后的话再把它 再把这个名称放到这个地方来 放到这个地方来 放到这个什么呢 userinfo里面 是吧 这个em里面 是不是这样的 好 那么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$什么呢 这个情况 点 userinfo 是吧 userinfo userinfo里面的em 是不是这样的 em的话 然后是拿一个html 是吧 html 然后是什么呢 这个 data.name 放进去了吧 是吧 放进去之后 然后它默认是藏起来的吧 还把它显示出来了吧 然后是这个$什么呢 不是这个em显示 是这个整体的显示出来 是吧 user userinfo info 然后是拿一个什么 show吧 是不是这样的 就是显示出来了 好 这样子的话怎么样 是不是就可以做到这个效果了啊 做到这个效果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 是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什么 欢迎您理事啊 是吧 就是说我读到数据之后怎么样呢 我就把它塞了进来 如果没有数据怎么样 还是显示原来的吧 是这样的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例子啊 这个例子 好 大家记得这个例子的话怎么样呢 就是记得把这个server再烤一份进来啊 烤一份进来 好 我好了 哈哈 有给谁追我觉得 刷新双晶 嗯 那个拍完了 没事